江湖上有一句傳言 賣不掉 加價賣 誰講的 誰在過頭講的 我賣房子都沒到顧 我開價都不能砍 為什麼叫賣不掉 加價賣 賣不掉不是應該要降價嗎 來 我告訴你 有一個房子行情是500 你就開價600賣 那就沒有人問嘛 對啊 你要稍微來冷凍三個月 再過來就7008賣 然後他成交就750 為什麼 就是這麼好笑 為什麼 賣不掉 加價賣 我告訴你啦 教你你也不懂 你當主持人就好了 你沒有投資客的天分 賣不掉 加價賣 你說你說 賣一段房子以後就要冷卻 然後再賣 這是一個比較新的 因為很多人喜歡 有砍到就很爽 所以我如果要賣財 如果要賣... 一個要賣財 我就把他開到19塊 你看你怎麼做 你做我就賣財 開房子啦 所以你這個做法就是在騙攀 我一查實價登錄就沒有這個行情啊 還有實價登錄有些都可以造假 實價登錄造假 但是真的不要這樣做啦 那你聽到的實價登錄怎麼造假 我舉一個例子說啦 因為眾界都不想造假 所以常常下面的員工會撿起 所以你買到2000萬的時候你想戴高 或者你以後不想繳皇帝又一次下個館 那你跟... 又只願意 成交多少就寫多少 然後你們就再前晚找個代書 前晚之後就給 所以買賣雙方是 же不到 6%就給什么 就收到以後 becomes 沒收 因為瑪瘟賀維 就沒收了 最後成交多少我不知道 成交2000 因為老的屋主沒有皇帝為 lands 所以也許你嫌に卸2500 但這件事跟XR沒關係 因為毀約沒收已經給了 我沒有看到 可是你這樣多花6% 沒有啦 就2千萬的6% 1百萬的6%就回憶啊 買完後悔 賣完後悔就沒收啊 沒收以後我們簽完憶就跟XX沒有關係 因為他不在場啊 佣金拿到了 本來2千就寫2千5啊 不是比較好貸嗎 那以後賣2千6或者賣2千5 2千5不是沒有黃帝合意嗎 就是以現在年輕人來講 要在台北 就不要講台北啦 現在全台灣的房價都在漲啦 我就講我們高雄就好啦 高雄連小港喔 不是說小港多差千萬不要誤會 因為小港它其實有那個三中 中鋼 中油 中傳 中底壓嘛 但是隨著台灣有一段時間 重工業沒落 重工業出廚嘛 就整個落這樣嘛 不好意思喔 小港現在喔 新城屋 大樓 又不是前天的喔 一平開到30 小港一平開到30 那年輕人要怎麼買 橋頭在高雄有一個建商 在那個橋頭那邊的農地 一直買 買到11萬 14萬 以後簽下拖大地 他現在在今年而已 他橋頭一搜屋從32萬變成41萬 賣不出去啦 你看看禮拜六 禮拜天人山人海 全部都滿了耶 被提供到排隊咧 橋頭新市政 假設是我來做的話 百分之80就是員工都找父母親或找兄弟姐妹 兩個夫妻帶一個小孩 一天就是給你一萬塊 那我要是接待桌八桌一定坐滿六桌 讓真的客人沒地方坐 人就是這樣沒地方坐他才會買 三桌都擺下去 我是說我 我不是說白人 所以你再說的是飢餓行銷 對啊 故意啊 我到高雄有一個很大的建商 私底下我在高雄 因為他都有很好 我不答應你講 好 你待會兒小聲跟我說 他 兩千多戶 那七五年 七月一號開始賣 賣到今年四月一號 那我在新房邊列營出來 就十家中分六百多間 賣了三分之一 那我去那邊跟他 他本來要給我賣嘛 我可以找人家 我來行人說來行位 你怎麼說百部 沒有人在說來行位 我第一句話問說 那個 我不是說銷售多少價格 我第一句話問他說 高雄人占比多少 戶籍在高雄是多少 好 27% 73%不在高雄 不在高雄買高雄 也就是73%是投資客 那我就第二句話問他 投資客占多少 90% 那現在問題來了 今年1月10號平均遞錢通過 就是買一收物不能轉業 是 投資客就不買了 7月1號開始試尋 那現在為什麼 應該一收物很差 但是我們新聞卻告訴你 一收物量也增加 賣翻了 所以有一個新聞是一收物很冷 一個新聞是一收物很熱 來 我告訴你真實答案 現在電視台你只要看廣告 請問你電視台的廣告 房子是占25% 結果現在你就不相信 你從50億就看到58 東升你也看看 你到處去把它看看 沒有建商的廣告 就只有那幾個案子 沒有建商的廣告代表他賣不好 懂嗎 賣得好廣告就賣下去了 不是已經賣完了嗎 對啦 最好是賣完了 這個 因為都是帥國都交的 是 代銷只要協會兩句話 你一進來就我只剩下兩千 下禮拜也要吵架 這樣就畢業了 那錢裹的代銷都是我交的 都講這兩句話 所以賣我房子那個 也是你交的 他也是這樣跟我講的 我能不能告訴你 這200戶我今天開賣 李傑你進來 恭喜你先生 你是第一戶 你都還沒賣 隨便你這裡 我告訴你 一個月剛才我賣廣告 200戶我是要這樣叫 我回家考慮 一定會告訴你 我只剩下兩千 一間向前面 一間向後面 李傑你又想 我喜歡邊天十二樓 過來十二樓能不能介紹 主席要給他擺出來 就都沒人 接著 恭喜你先生 十二樓可以介紹 因為 陳先生要出國要賣 你不管哪裡去他就是我 還要怎麼做 你買到以後你想要 你把他送給他 詐欺啊 詐欺啊 不是詐欺 你詐欺代銷全部公完 房子誰賣 四萬個都四萬個詐欺 沒有一個不詐欺 好 那你現在講說送個家具 或送個裝潢 那小姐怎麼講 反正李傑這個潘哈咖一定買的 他就直接講 李先生要求送沙發 可以不可以 然後後面的專案經理就經理 不可以 為什麼 講可以不可以就要講不可以 講行不行就是你沒送李傑 我還要 李傑先生要求送沙發行不行 行 好好好 我聽了 按摩期 對那個 帥夠妥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如果你聽到的是 可不可以這個sign 後面就會講不可以 但是如果是行不行這個sign 他就是行 明天又改暗號了 明天就改芝麻開門 所以這是他們的sign 所以沒辦法一家 為什麼 因為客人還沒來 我在那邊裝潢的時候 小姐一個月底薪是失望 蔣金氏 潛溫氏 就已經一天八小時 在練習走路待步 然後他從代銷中心走到現場 那個麥克風是案子 要讓主管聽 你有沒有講錯 然後我們安排 我們六個消息 第一輪 第二輪 每一個客人在輪流 六個客人你沒有成交 明天走人 我那些客人都發 平行發廣告 兩千萬才有兩千個客人 一個客人一萬塊 你既然連息六個都沒成交 你可以走了 就是這個業績決定一切 情報局長應該叫你去做的